在台湾苗栗南庄的深山里 有一位烧桃人 三十年前 他是一个柴烧的门外汉 现在他是台湾柴烧第一人 几十年 无数个不眠不休的烧窑中 他用泥巴与火薄液 用火的热度赋予糖生命 用不平整的触感 让人与土第一次连接起来 了不起的匠人 我们来认识柴烧匠人天成海 你要把作品烧到非常极致 那你必须要去研究 那我是选择 回咬再回咬 回到作品坏了为止 回到我满意为止 不是成功就是失败 赌足心态的 温度烧不上去 你很累了 快要趴下去了 还是要坚持 你不能就这样把它封咬 那我是愿赌服输 一打开不行 全部扫掉 马上再做 再烧 我烧摇的方式就是跟赌一样 不行 有下次就是砸掉 没有A级B级的 不行就是砸嘛 64岁的田成泰 是台湾苗栗男庄人 40岁之前 他就像被砸碎的罐子 一地残渣 40岁开始烧桃之后 他终于在一千多度的柴窑里 获得新生 他的作品是柴烧界唯一能上拍卖的大家 一见难求 从门外汉走进淘的世界里面 我本来是在做生意 但是我不善经营 做得很惨 他跟我说 现在所做的事业 没办法经营 那你要做什么事业 成本都很高 那只有最便宜就是土嘛 土一包三百块 可以把它创作三千三万 甚至于三十万 你可以吗 我说我当然可以啊 就一头栽进去 他以前是不懂得什么叫压力的人 那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件事情 我就必须给他一点压力 所以我花在那个年代我花两万块 让他去讨一教室上课 我就跟他说 你要赚N倍两万块还我 所以你不可以转变 你也没有退路 那我会支持你 我觉得有自尊的男人到这个点上 一定是答应了 你还有什么别的可以选择 事实上 当时无路可退的田成泰 仅仅为了研究柴烧的灰 就花了整整六年时间 像黎安导演一样 田成泰六年收入为零 全靠妻子养活 对每个男人而言都是黑暗的岁月 做了第六年 我拿了两个茶碗 进去给店家老板看 那老板看到我的作品 他说 你的作品我可以接受 有多少我全买了 我跟我太太说 你的店可以关起来 不用做了 我做头就可以养活你们了 收在海边捡浮木 晾干 焚烧 那是一段纯粹的 仿佛与世隔绝的时光 正是这段岁月 奠定了他对灰 异乎常人的理解 这几年捡不到木头 所以我面临这个问题 我才会想说 我来盖柴料 这是我的 我唯一可以走的 就是这柴烧 完全是看你的烧法 烧的技巧 天称泰柴烧用的图 都来自自家的后山 很多人惊奇于他的作品颜色 总要拿他的泥料研究 但是他用的就是苗栗土 苗栗南庄这是我的故乡 那缘分是落在这里 在开始整地的时候 我发觉这好像是陶土 烧出来那土只是一流的 我们叫油泥窑 我是比较随性的人 那我在拉胚的时候 胚体刚拉好它是软的 那我们伸手去把它拿起来 它就变形了 那我甚至于我都连整 把它整圆都没有 就是这样子 但是怎么个歪曲扭巴 它都有三个旧口的地方 你要自己去找 这三个旧口的位置 我比较注重这个旧口 还有这个握杆 同样是在这里削下去 我是一刀削到底 我不会说削到一半 又再下刀 这个是比较跟一般 他们也是用削的 不一样的地方 还有是烧窑里面最难 不是随便拿起来 全部白白 这样就好了 好比说我们现在 把这个茶餐放进去 我要火要让它从这边过 那后面你必须要挡 用一件比较高的作品 把它挡住 它火痕会落在这作品上面 那你摇如果没叠好 那最简单的倒摇 你烧到一半 或者是烧到要快封窑的时候 它整个垮下来 排窑就是设计火的线路 位置 轻种 火流的方向 都决定着下一步的成败 两到三平米的空间 天成泰一待就是两天 你要把作品烧到非常极致 那你必须要去研究 那我是选择 回窑再回窑 回到作品坏了为止 回到我满意为止 一般陶医家可能不会回窑 那你如果回窑 你必须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不是成功就是失败 赌徒心态 一年只烧十二次的柴窑 烧窑前先拜窑神 这是天成泰与火博弈前的固定仪式 烧窑是柴烧桃最重要的阶段 每个阶段必须达到不同温度 让桃土产生质变 这是非常辛苦的活 持续几天的烧窑过程里 不能离开 二十四小时投柴不断 熊熊烈火下的柴烧过程 似乎本身就是一件 让人充满敬意的作品 点火开始 我们叫低温烟熏 它那个烟炭素 吸附的土胚里面 它毛细孔填满了以后 整个表面呈现黑色的炭素 你才可以升温 就好像人家在化妆的粉底 你底打得好 你烧出来的作品就会很漂亮 每次烧窑 老天都会在窑旁烧一壶普洱茶 炭火的温度烘着热茶 烧窑的温度让老天满身大汗 喝杯热茶却反而可以尽心 气压滴你温度就上不了 气压滴那你投进去的木头 它烧完烧完了 温度一度都不上 那你不投柴 它温度就掉 艺术家的创作就是无中生有 它有这个无中生有的本事 而且它是所有的事情都很习惯 自己动手做的人 每次烧窑的最后两天 儿子都会赶来帮忙 像一股雪中送炭的年轻能量 也让老田夫妇看到传承的希望 那以前都是只有我们两个烧 就是一个睡上半夜 一个睡下半夜 我其实我很胆想 但是我的环境是这样 我必须克服我的害怕 这是我在老田身上学到的 看似一成不变的丢柴动作 其实也大有玄机 家柴的速度和方式 新柴的种类 天气 空气的紧流量 等细微因素 正不断地影响 窑内作品的色泽变化 即使是一个动作 就是看不法做看起来很轻松 但是自己要去掌握他的诀窍的时候 就发现蛮难的 我预计给他十年的时间 就是培养他成为接班 十年后他能够自己读当一面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到时候换我们给你打工 到了第三天 烈焰熊熊 土坯进入还原的阶段 温度达到了八百至一千盛十度 八至十小时地不断保持温度 宴火中可以看到 瑶礼的盘碗已经发出坚实的黄红 在火焰中保持着静默 2007年 天成泰选择离开台北市的家 靠自己买地建窑 一直追随天成泰的好友 临时夫妇 在他家后山 盖起了风格一样的房子 直接对着天成泰的窑口 我们的粉丝 他说 跟你买在一起 你开牙 我从上面走下来 我就可以拿到作品了 终究喜欢老师的东西 是一个风雅的事情 对不对 真的是很想下去抢 可是还是要装得很 要优雅一点 对不对 不能穷雄恶极的 我一直感觉我是跟火在对 温度稍不上去 你很累 你几乎没有体力 快要趴下去了 还是要坚持 你不能就这样把它封窑 你封下去 你窑封了以后 你窑门打开还是零 封窑是用砖头封住窑口 然后把窑顶部 另一个入探口打开 这是最后高温下 紧急入探的时候 只能在20分钟内 投探 稍微的闪失 就会让里面的作品 前功尽弃 那个是很危险 今天起风的话 那个火蛇是会整个 串向投探的那个人 每次那个当下 我都觉得这个好危险 好危险 但是没有做这个动作 作品是不会有精彩的呈现 所以我们还是每次冒着那个危险在做 但这就是财烧的迷人之处 让你又爱又怕 这一摇 这一摇出来的作品有金属光的 整个过程完毕 快速撤离 接近脱水状态的填成态 都似乎在用毕生的气力完成这一摇 四天四夜漫长的烧摇 结果全凭运气 正常需要七天冷却等待 才能开摇 开摇时 要在一百摄氏度以下 就像眼红的赌徒 天称态也曾心急 急着想知道结果 一摇结束 变过一段悠哉悠哉的日子 出去拍拍风景 这正如他崇尚自然的远辉一样 爱万事万物 本来的样子 因为他的兴趣是拍照 那我们可能会出远门之类的 就是这段时间不要待在这边 不然他会忍不住 会一直去想办法头脑这样 他们叫我说 走 我们去拍照 三天不回来 差不多三十年前 我们就买相机 但是不会拍 就是拿着 就乱拍 那到后来 会去学拍照 就是想把作品拍漂亮 很多摄影师帮我们拍的作品 都不是我要的 那我们两个才会去学拍照 今天是期待已久 开摇的日子 摇的温度降了 老天的心却开始发烫 父子俩变得紧张而沉默 有些事情他是像杀手级的哦 他绝不留恋任何模拟两可的事情 他有的时候很果断 非常非常果断 那我是愿赌服输 一打开不行全部扫掉 马上再做 再烧 一摇三百件 你可以赌到你第五次稍晚 剩下三十来件 但是我是要那三十来件 我不是要那三百件 我觉得 降人是一种态度 就是他这种态度 让人觉得他就是降人 不会被外界影响到 他原本当初作逃的那份心情 把他真诚的那份生活态度跟心态 反射在作品上面 让接触到作品的人 可以感受到那种氛围 我都跟收藏家说 我作品拿回去 不要供在那边 你就是要拿来用 你才知道 他整件作品 你使用后的感受 还有他整个使用过程的变化 自然也会有馈赠 馈赠那些不负自然的人 生活也会有馈赠 馈赠那些懂生活的人 老天的茶碗 误如其人 飞舞的火痕 记录着他与火神博弈的历程 你以为他赌的是他的茶碗 其实 他赌的是他的人生 想要看到不一样的知灵姐姐 点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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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节目由 长安马自达 独家冠名播出 Live it 不辜负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是 't 糊 MING PAO TORONTO 是 苗